今天是3月19号 已经接近本季度的末尾 接下来几周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至关重要 因为这个季度的销售数据 可以告诉我们特斯拉在年初降价后 中国市场的需求反应到底如何 价格战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 上周 也就是3月6日到3月12日 中国全国的车辆保险注册总数下降了11% 说明中国市场仍然不景气 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汽车市场整体下滑20% 但特斯拉销量过去几周所展现的增势也在持续 已经连续三周上涨 在上周 中国特斯拉登记保险的车辆总数超过17000辆 这是特斯拉在过去几个季度中 周登记最高保险数量 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中 特斯拉可以保持接近这个数字的销售量 那么他们就非常有可能 再次在中国实现创纪录的季度 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周内 他们需要平均每周销售约12000辆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从比亚迪的情况来看 他们上周的销售量从在上周的39000辆下降到了37000辆 季度同比下降了20% 而且上一季度比亚迪的销售量一直上升到最后一周 而本季度的销售量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同比的数据可能会越来越差 特斯拉正好相反 上一季度末销量逐渐减少 而现在销量增加 趋势来说 更容易达到超越上一季度的目标 与此同时 蔚来 小鹏 理想的汽车销量都在特斯拉降价后出现严重的下滑 这说明特斯拉的价格战正在生效 特斯拉目前的库存量也是三个月以来最低 所以 对特斯拉需求问题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 在这个视频中 我还将分享特斯拉的两个隐藏优势 会进一步加速其销量的增长和营收的增加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特斯拉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对于大多数竞争对手来说 他们目前都还在为大规模生产现有车型而焦头烂额 根本无力研究新的车型 而特斯拉已成功通过了大规模生产阶段这最难熬的时期 并拥有大量现金流去创新和开发不同的车型 在福特和瑞银的电动卡车领域 特斯拉的电动皮卡即将上市 到明年底 特斯拉的目标是每年生产至少25万辆电动皮卡 同样 在现在比亚迪占有主要市场份额的廉价电动汽车领域 特斯拉将在18个月内推出更实惠的25000美元下一代车型 并在墨西哥的超级工厂开始生产 廉价车往往在汽车市场中占据最大的销量份额 我相信新车型推出后 特斯拉的汽车销量将更一步的指数计增长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隐藏优势 第二个隐藏优势是 特斯拉其实是一家高利润的软件和能源企业 虽然这目前只是特斯拉业务的一小部分 但随着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 电池 充电等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每一辆售出的汽车都会给特斯拉带来持续收入 例如充电收费 自动驾驶月订阅 软件商城里的音乐订阅 游戏订阅 新闻订阅 特斯拉就好像是一个能够行驶的苹果手机 在收取硬件费用后 还能继续通过一系列软件费用再来一直盈利 这是一家传统车企远远无法做到的 预计软件和能源收入到2025年将达到特斯拉总收入的20%以上 这会给予特斯拉超高的毛利润 从而可以再次通过价格战大幅提升销量 这也使得特斯拉拥有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现金 用更大的投资去实现更多的创新 世界从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转型正在加速 而特斯拉走在这一时代性革命的最前列 您认为特斯拉还有哪些优势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